春到福来 春朝四海 歌豪迈 说话自正腔圆 中气十足 站在央视春晚中间位置的 就是资深主持人董卿 他曾经连续13年主持春晚 地位非常崇高 谢谢叶锦天先生 今天被我们带来的一段 粤语的藏花影 也唤起了我的一种朗读的愿望 董卿还主持诗词性的节目 宣扬中国文化 但是他的儿子竟然是美国人 大陆网友痛批 董卿嘴巴讲爱国 但却把儿子往美国送 根本是双面人 大陆整数演艺圈 前阵子传出一份县吉利名单 包括了李连杰 刘亦菲 张铁林 都出现在名单当中 董卿的儿子是美国人 外传处境也很危险 孙燕芝也被扫到了台风位 因为他是新加坡籍 还有一堆艺人 包括了谢霆锋 潘伟博 都是外国籍 根据大陆综艺节目审核细则 其中有一条规定 不得选用外国籍 以及港澳台籍人士不当者 网友可能扩大解释 这条细则是说 政治不正确的艺人 比方说有台独或是港独思想 就不予聘用 所以孙燕芝回应 这是不实传言 网友不要再一额传额 东西来的《非洲中心》 在台北报道